大家好,在夏季的时候,君子兰就特别容易出问题 因为在夏季它处于一个全休眠的状态 那么我们在养护君子兰的时候 各方面的疏忽都有可能导致君子兰出现死亡 为什么?因为休眠之后,它各个器官都已经处于停滞的状态了 出现一些偏差就容易导致问题的出现 尤其是在浇水这一方面特别容易出问题 那么在夏季应该如何给君子兰去做浇水呢? 今天教大家一种最好用,不容易产生烂根的一种方法 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养好君子兰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一个盆子的时候 已经想到了是什么浇水方法 没错,就是给它使用这个浸盆法 浸盆的方法能够让这个盆土更均匀的吸收到水分 能够保证君子兰的花盆全方位的被浇透 全方位的都吸饱了水分 就不会出现半截水而导致空耕耕耕的这种现象 而且通过浸盆的方法还能够吸出里面的有害气体 和里面的一些多余的肥分 不过这个水里面我们还要给它添一点东西 也就相当于沐浴露一样嘛 因为要给这个君子兰洗澡 肯定要添上一些沐浴露之类的 我们直接在里面添上一些这个饮丁耐酸 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呢 是能够强根撞根提升根系的活跃性 因为在夏季它特容易出现的一种问题呢 就是根系腐烂的问题 在这个水里面添上它就可以了 把这个饮丁耐酸撒到这个水里面 好 再给它搅拌溶解 再把这个君子兰放进去呢 就能够让这个君子兰的盆土吸收到充足的水分 还能够被这些饮丁耐酸的有效成分刺激一下根系 能够让它的根系处于一种更强劲 活跃性更好 抗性更强的状态 那么给它泡多久呢 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那么是不是在夏季给君子兰浇水 每一次都需要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呢 如果有时间的话 最好是这样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一个月左右给它泡一次 早就可以了 能够让这个君子兰的更加健康 那么容易出问题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